他仲更是劍 靈得靈得靈動 才貓 靈得靈得靈動 仰相 幸賺線 你腿前前面 你出現這樣 來迴功也可以 埋伴亦一樣 他得情 生日要更多 生日要更多 再對一點 這真的令到你可以叫他坐下 坐下一起檢查 現在三秒六年多 三秒六年多 是我絕路時被一條生路走 我之前喝生性經常在那裡撞板 但有時候不撞過板 有些東西不太白 不太白 你偷師 我要偷師 這場很好看 所以我自己駕車過來 是長足問候 《沉淡水大人徘》 《紅霞窗》 《愛重絲大人》 《傷了解,瘋了解》 你是不是在藍蔭借著那一牌 以前我爸爸媽媽從小到大都是唱藍蔭的 唱粵曲的 我是唱英明歌的 覺得他們很老套 現在令人覺得藍蔭和以前的粵曲 是很好聽的 尤其是《面對生死》那些 有一句歌我很喜歡的裏面就是 眨眼的人生就很快過去 好像天隔一方真的很難 天隔一方難見面 很有feel 現在經過疫情之後 覺得人生死難定 很難見面的時候 不是要quarantine的 真的冷見面 眨眼就天隔一方難 這樣就未必一定要 wise man say only full rush in 不一定要唱英文歌才好聽 才有feel的 原來我們廣東的粵曲藍蔭 原來是很有feel的 尤其是道士唱出來的 我不要唱那麼多了 將來大家看一看 在戲裡給我聽聽 有師父教的 幾個師父教的 是很厲害的師父 令到我覺得 我特別深刻一點 因為從小到大聽這些語言 不覺得那麼厲害 而忽然間有個機會 有幾個師父教的 覺得他們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原來我對廣東話 本身那些歌的尊敬 還有看法都不同了 這部電影 我希望觀眾將來也有共同的感受 我覺得你們對廣東話 有兩二幾年前 我找找知華去幫忙 寫一個劇本 叫做神算 那時我做導演 那時就覺得 這個人 鄧篤士很擅長 還有他很有幸默感 他構思一些笑話很強 我就幫幫忙構思 我不想他還是喜歡做演員 在那時 所以 構思完之後 不停意 你不就像玩玩玩玩 他是最客算的 那時我覺得 了將來有機會 我們再拍一部喜劇就好了 以為你喜歡演的 最好一起演 想不到要這麼久之後 甚至二十多年之後 可以有一個機會 拍到一部這麼巧這部喜劇 尤其是有紫華在那裡 我們兩個人都發夢都夢著 未來將會不會拍一部新的喜劇 其實是怎樣的 想不到找到一部 這部是不笑的 但是是喜劇來的 是新的 是香港的 再拍檔 真的像對手戲這麼多 很開心 很大突破 其實上一次我和Michael合作 已經是真是 神算是幾年前 即是三十年 那次我和他有很親密的工作關係 我做他的編劇 真的和他一起去讀劇本 讀了幾個月 每天都見到他 我知道了他的思維 的方式 他的速度 基本上這次見到他 是沒有變過的 所有的速度 那種的所謂sharpness 那種的尖銳 真是一針見血看到的問題 或者劇情的精耀所在 各樣東西都是很準確的 他似乎是沒有 不單止沒有退步了 沒有退化了 他好像sharp過以前 我覺得 基本上他的judgment 絕對信得過 他說什麼 你真是要看重他說那句話 我覺得